英语考试成绩出来了 我居然得了第八名 I'm eight 哎呦 嘚嘚啥呢 我可是第二名诶 I'm two 呵呵 我得了第一 I'm one 哎呀 错了错了错了 你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表示第几名怎么能用one to eight这样的奇数词呢 嗯 不是吗 那该咋说呢 我也很想知道 如果要在英语里表示第几 必须得用另一种述词 叙述词 比如第一就是first F-I-R-S-T 关关得了第一 就是关关is the first 第二字是second S-E-C-O-N-D 背叶得了第二 就是背叶is the second 看到没 想要表示第一第二这种表示第几的含义 必须得用对应的叙述词来说 可不能直接用one to eight 老师 你能教我怎么数叙述词吗 你看我这第八名 都还不知道咋说呢 好吧 这有一张表 一到十九对应的叙述词都在里面了 比如第一 first 第二 second 第三 third 第四 fourth 第五 fifth 第六 sixth 第七 seventh 第八 eighth 第九 ninth 老师 有规律 我发觉从第四开始都是th结尾的 嗯 观光观察仔细 讲个大鸡腿 其实 二十以内的叙述词 大都是在原来基数词的后头加th 你向第十 就是ten 加th tenth 而第十一 就是eleventh 加th eleventh 但也有一些例外 表格中红色的这些就是 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最特殊 跟原来的one two three 几乎没啥关系 你得单独积 而第八 eighth 显然是由eight加th 得来的 但因为eight已经是t结尾 直接加th 就会有两t 太累赘 于是就把原来的t去掉 再加th 至于第九 ninth 则是把nine末尾的e去掉 然后再加th 这两个单词放在一起记 有一句口诀 八去t 九去e 而第五和第十二 变化规则是一样的 five变成fifth 是把原来结尾的ve 用ft换 再加th twelve变为twelve 也是把原来结尾的ve 用ft换 再加th 所以这两个单词放在一起记 就是ve变为ft 这方面记 你可以把我刚才说过的东西 串成口诀 123 单独记 八去t 九去e ve变为ft 怎么样 是不是朗朗上口啊 哈哈 老师好棒哦 老师 第20咋说啊 这就涉及到下一句口诀了 几十去外变ae 比如二十 twenty 你先把y去掉 变为ie 再加th 这样就得到了第二十 twentieth 同样的 第三十就是thirtieth 只要遇到几十的数 就去掉y变ie 再加th 那第二十一又咋说呢 有啥口诀吗 有 口诀最后一句 几十几就各位t 比如二十一 twenty one 你只要把各位one 用叙述词first 替换即可 twenty first 就是第二十一了 再比如第二十二 就是twenty second 这就是所谓的几十几 用各位t 好了 你们把口诀再完整背一遍吧 一二三单读g 八去t 九去e ve变为ft 几十去y变ie 几十几就各位t 很棒 都讲个大鸡腿 接下来我稍微强调一下叙述词的用法 叙述词在使用时 前面一般都得加定贯词的 比如光光说自己是第一 就得说I'm the first 这是第五层 This is the fifth floor 4月是第四个月 April is the first month 你看 这些叙述词前面是不是都有的 不过也有不能加the的时候 就是叙述词前面有行物代或ps所有格 比如 这是他的第十个生日 This is her tenth birthday 这是Tom的第一辆车 This is Tom's first car 一旦有了行物代或ps所有格 定贯词的就绝对不能加了 所以叙述词前 要么有定贯词的 要么是行物代或ps所有格 这点务必要注意 好了 我讲的差不多了 你们仨再把叙述词的书写口诀背一下吧 一二三单读记 八去t 九去e ve变为ft 几时去外变ie 几时几就各位t oh yeah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